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管情报还是各方面 这就验证了 所以告诉大家 你看昨天严博士的节目 刚做个广告 那个American Outlaw 八点钟就开始背黑客 这就是中共最怕的 打成人类公敌 这才是最关键 中共知道 只有把病毒的真相 把他们给揭穿了 全世界都知道你病毒 来自于中共实验室 是不是 人类公敌 所以大家走到现在 你看 啥好像对中共都可以忍 你看现在 中共运筹帷幄 一件事一件事都可以通过 谈判 斡旋 之前川普在的时候 买大豆 是吧 这里又开始 台湾问题又开始 用这个方式 那个方式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他也可以逃 这就告诉大家 灭共 一定是龙金石 定死中共的人类公敌 这个耻辱处上 让它彻底从地球上消失 第一步一定是病毒 走到现在你看 走到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啥大家都期盼 这个东西可以让中共 怎么的包括新疆 反人类罪 是吧 然后种族灭绝罪 你们看 走着走着又被它逃掉了 这就是告诉大家 龙金石就是龙金石 说实话 这个拉特克利夫 在CBS 很多人把它截出来 那影响力非常大 CBS 这是美国最大的 公共广播电视平台 但我们重点说 第二个今天 你看美国白宫 在台湾事情上 是吧 直接说了 美国穿越 美舰穿越台湾海峡 符合美国政策 中共今天又开始威胁了 又有什么八艘舰船 23架飞机 对台湾周边进行骚扰 这个台湾国防部 没办法 说白了台湾国防部 就不是龙金石 就这意思 高代价 是吧 就这意思 你指望台湾国防部去灭共 绝对不可能 70年了 他都灭不了 1940年 800万大军都灭不了 别指望现在 更加不可能 然后国际形势 普京今天 直接放话出来 说将在克里米亚 部署核武器 白俄罗斯的总统 卢卡申克 直接威胁波兰 如果再对白俄罗斯挑衅的话 将会立即遭到核武器的袭击 好 这个邪恶 你看 是没有停止的 邪恶 他们的手段 他们的无底线 绝对超过你的想象 但是咱们一定不要丧失信心 好 咱们今天节目 待会让博博士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他相关资讯 博博士 好的 陆队好 大家好 关于两艘导弹巡舰 穿过台湾海峡这个事 我们马上在节目里面 继续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得到的消息 根本就不是两艘导弹巡舰 穿越海峡那么简单 就是说前面有接应的 而且是闪电航母 然后后面还有电子站 直接连着在的 所以说整个是一次 完善的这种军事行动 而且大家不要小看 这两艘导弹巡舰 这是在有记录 就是说以来的话 好像还没有过 这是头一次 这是仅次于航母的 这样的这种武力显示 而且我们以前在节目里 跟大家解释过了 为什么航母来海峡 没什么用 真正的话 导弹巡舰的话 比航母其实用处要大得多 在战术上面 所以说这上面来看的话 这次意义其实是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 而且中共已经跳出来说什么 说美国做秀 说美国做秀 那美国做什么秀 秀什么东西 是不是 做秀 主要有个目的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 中共它很多的反应 能让大家把一些事情看得其实非常清楚 这是一样 然后第二 就是说今天在地中海这边 地中海这边 杜鲁门后 航母打击群和乔治布什后 航母打击群 现在在地中海会师了 就在希腊和意大利之间 埃尔尼安海这边进行双航母演练 大家也都知道双航母演练啥意思 所以整个的乌克兰一直到这边 因为杜鲁门号航母 直接照着整个东欧的局势 现在是两艘航母 杜鲁门号航母和乔治布什号 都在地中海 所以说可见 今天普京开始要往克里米亚部署核武 像卢卡申科说要在白俄罗斯 就是动用核武 所以说这个里面 其实地匹罗蒙现在是越来越胆大 但是警察也没闲着 所以我们看后面事情的发展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 就是说美国东部时间明天早上 NASA美国太空总署的探月的火箭 探月项目 阿特弥斯项目的第一次发射 就是说发射阿特弥斯一号的飞船 绕越飞行 这个明天早上发射 所以说它的第一个发射窗口 是明天早上八点 所以说我们看它发射 能不能顺利进行 然后我们看NASA重返月球的 整个的一个项目 是以后会怎么展开 好 鲁德 高鲁先生分享一下 好的 大家晚上好 那么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由于高温库属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 重庆的疫情防控 就是丝毫没有放松 就是所谓的没有放松 那么低风险区的在重庆市 叫联防街道 就是当地民众在十天内 核酸减的均为阴性 但是导致就是这样 导致该小区仍然被封路 所以说在8月27号 就是由当地数千名群 就走上当地的街头 准备冲路杖 然后中共当局就增派了很多的兵兵 然后进行围堵 但是在双方的对峙下 最后中共官方被迫让步宣布 解封连防街道 然后第二个消息是想说 就是说由于地缘政治的改变 特别是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那么使德国在经济上对中共的依赖 变得更加危险 那么德国专家在近期 就明确警告德国政府 那么德国和中共的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 在2022年的上半年 一直是以惊人的速度向错误的方向发展 而且他同时表示 德国新政府虽然是从去年12月20日以来 正在逐步修正前总理默克尔 长达十多年的一个亲共政策 那么对中共的立场应该要趋于强硬 那么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欧洲 欧洲像是两架经济马车 德国和法国来说 现在都已经逐渐看到 中俄联盟以后 那么给欧洲带来的一些损失 那么也是他们逐渐的在这些损失中 找到一个清醒的 一个将来的一个对中共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最后是要分享的是 就是台湾金门县的消防局在28日凌晨 在小金门端的桥墩发现两名自称 从中共厦门市飘来的渔民 那么两人身上有多处擦伤 那么以送往列宇医院诊治 那么对此就是台湾的立委 王定宇先生表示的 基于人道当然是要给予协助 那么但基于台湾的国家安全 以及海巡军方呢 就是应该了解清楚 那么中共的渔民飘来金门是否有福 那个不单纯的动机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几个月前呢 也是中共也是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就是两艘批花鞋 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跑到台湾来了 那么金这一次呢 就有两个渔民也是这么巧的 一跑到小金门来 到底是不是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 还需要看一下后续的报道 好 谢谢陆总介绍 我们之前说的刚刚节目之前 说的这个拉特克利夫 这是川普时期的国家情报总监 我们之前说过国家情报总监 是美国17个情报机构 所有的汇总到国家情报总监 等于所有的情报都在他那里看到 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 他是国家情报总监 他说在病毒2020年的起源的时候 关于来自自然 就没有任何的情报显示 零情报 说是来自于自然 到现在仍然是零情报 为什么是现在他还可以知道 因为川普作为前总统 有些情报的通告 要给前总统看的相应 相当于国家情报总监 他会知道一些这样的 需要知道相应的情报报告 所以到现在和之前 依然是零情报 所以稳妥妥的 这个病毒就是来自中共实验室 这是做铺垫 情报角度做铺垫 是不是 任何 这就是美国的体系的伟大 两党 情报也是两党 并不是像台湾的情报 全是国民党说了算 是吧 因为党卫军啊 军队也是国的国军 情报也是国家 国军的情报是不是 所以互相监督 谁都不可能去造假 或者谁都不可能去掩盖 因为一旦两党政治 另外一个体系上来的时候 一看你造假 你死定了 是吧 这就是大家再回想一下 119的时候 咱们受到多大压力 那比台湾国防部给的强度大多了 大多少倍 到现在 你看福奇 那人人喊打 过节老鼠 还批得大扎克 是吧 那时候119之后 有多少天 那时候我们威严耸听 五毛多少 有些民运的孩子也在骂咱们 是吧 丫头那边也有可多人骂咱们 事实 他是经得去考验的 就这意思 同时 这病毒的起源 虽然美国现在好像疫情缓解了 是吧 这个病毒的毒性没以前厉害了 但是 这个事绝对跑不掉 并不能说 现在美国通过自我的体系解决了 或者缓解了 你造的罪 美国就不会追究 百分之百 是不是 你看 当台湾到现在从来不提这个事 台湾你看见没有 无论政府还是情报系统 每一个提这病毒来自于中国谁 不敢 这就告大家 美国 至过去的现在的都在提 媒体都在提 这就告你 台湾现在一天都 日本也不敢提 韩国也不敢提 啪呀 这就是啪明白不 这就是怕中共 一看就是说白了 敢不敢提病毒来源真相 就知道这个到底是亲共的 还是舔共的 还是 是追求事实真相的 是吧 别的 都是 隔靴 骚痒 去说白了 就给中共 挠挠痒 喊的声音大 最后对中共 没任何影响力 不会有任何的 痛楚 真正的就是这病毒 中共自己也知道 病毒来源 一旦定位 就是人类功底 伯伯师 你怎么看 对 这个是我们 自从那个 119以来 一直没有变过的 这个说法 就是说 病毒来源 一定就是说 灭共的这个龙金石 而且其他的 都是属于 就是力度不够 我们也看到了 因为大家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你像这个 这个新疆的 这个 种族灭绝 反人类罪 或这些东西 它对于 整个地球 整个人类 它的这个影响 其实是 没有那么大的 但是真正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三年 两年多 疫情以来 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 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这种经济 造成多大影响 而且你看 今天这个Ratcliffe 他就说 自打这个 病毒开始以来 就没有任何证据 指向它是一个 自然来源 就是说 任何可信证据 那就是说 什么 当时那个石人力 搞大 ITG13 还有很多像柳叶刀 这种直接 这种这个传统的 这种这个名门正派 站出来 给这个中共站台 像这些东西 这以后都是要算账的 这些账以后都是要算的 而且这最后的罪魁祸首 对吧 真正的这种罪魁祸首的话 像 像这个 就是 中共 以及它整个这一系列东西 那账 这不是不算 是先记着 秋后算账 是吧 这个洗包子不是洗完说吗 别看今天闹的话 以后将来要拉清单 现在这个清单就在建立了一条一条血 我们看什么时候拉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肯定是会拉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但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最能够发挥它最好的这个作用 最好的效用 这个我们得再看 是吧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大家不要忘了 另一个事情永远不会 一直也就没有 就是说成为一个过去式 从永远是正在一个进行之中 正在推进之中的 因为阎博士最近的这个节目 对吧 阎博士最近的各种 所有的访谈的这些东西 都是没有断过 而且这个 陈粹原来高兴有自己的节目 是吧 所以说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 很多东西大家又看到 为什么 如果是基于党派的话 那对吧 当时是共和党的财政 那现在换了民主党 那阎博士应该是 没人理的 对啊 其实不是 阎博士的这个 知名度更高了 然后我们马上看中期选举以后 对吧 整这个共和党保守派 拿回了这个参众两院以后 那我们看啊 这个整个的后面 怎么样推进啊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是吧 当那个 像那个著名的保守党议员 你像那个 都已经说了啊 福奇啊 你退休也没用 你退休以后 一样把你 软的炮 你心关了 对 软的炮 对吧 他老爹 老炮他小炮 是吧 说这个炮议员 他就是说 你看还有像那个 像中共追测的一样 像那个共和党 那个众议院的 这个 这个多数派 少数派领袖 对吧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说 都是正在进行时 正在进行中 而且这个时候 你看 Roycliffe现在说了 说了这个东西来以后 是什么 他是为了共和党 夺取了这个参众两院以后 对吧 来 来 来造势啊 这东西我们可以先 打个预防针 不要到时候 这个转身太快闪着腰 是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准备一下 但是他这么一准备的话 民主党会怎么想 是不是 我在台上的话 赶紧把这张牌给打出去 对吧 我把这张牌 留在后面 给共和党打的话 我傻呀 我是不是 所以说 那个叫什么 很多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些 这个议员 现在也着急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那个叫什么 对 就是拜登的那个手 一个 那个 就是 就是 advisor之一 对吧 他也是在一直说 对吧 就是他要把这个病毒 溯源和疫情的追责 要赶紧 用出来 对吧 Jimmy Mates 他也一直在说这个事 是吧 所以说可见 这个后面 大概就是要真相使用这张牌 所以我们看这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会很精彩 罗德 博博是 我在跟你 你看 他说是零情报 咱们很奇怪 2020年刚开始 怎么第一个都没有 就等于美国说 你一个都没有 什么都是假的 什么ITG13 什么来自云南矿洞 来自云南矿洞 都是假的 美国有这个能力识别 你以为美国 是不是 零情报 当时大家记不记得 我在那个病毒开始以后 几个月 几个月跟大家讲了一个什么 真相只有一个 对 真相只有一个 真相今天他又说了 就是说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情报 只向是自然来源 那就是说这个病毒 一定就是实验室来源 真相就是这个 只有这么一个 我们从头到尾 从来没变过 对吧 严谣事业从头到尾 从来没变过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 很快我觉得是要接中了 又把这个东西给拿回来了 关键他说零情报 关键他说零情报 等于说说白了 之前RITG13 就是在路德社 咱们从129开始 到延博士的这个报告 三分报告里面揭露的到现在 很神奇啊 都是对的 是不是 哪怕他说有一个情报 如果他说关于病毒起源 百分之九十九 只有百分之零点零零一 是说来自于自然 那都 大家都觉得 万一就是那一个 对了是咋办 他直接说零情报 你说 这个绝对是没有啊 就是 想有都没有 就是没有 黄金还要存 绝对没有 关键 2020年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 那个也说 还有什么 当时在扭一刀 26个什么什么 发誓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那些搞什么 搞爱滋病的 那个什么泰山北斗 对吧 跑出来 跑出来说说 站台这个自然来源的 对吧 还有矿洞 对吧 云南矿洞 对吧 还有什么 这些东西都在当时 都是一个个跳出来啊 跳梁小丑 一个登场 像左马灯一样啊 这个上去下去了 那个上去下去了 严博士一个人 删下去多少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大家要知道 真是这样 最后怎么可以开出来了 完全是 紫虚乌有那些啊 就是说 连情报部门 他是情报部门的老大 知道吧 对 是情报部门的老大 知道吧 他都说啊 国家情报总监都说 真的是没有 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情报 指向是自然来源 所以说这个有意思了 路德 对 这个一个都没有 零 跟重要的 哎 伯伯是你说 当时咱们119的压力 那个台湾国防部 跟这些美国最牛的 什么柳叶刀 什么这个自然 比起来 算个啥 自然柳叶刀 当在咱们揭露之前 那在这个行业里 就是顶天的 天花板 不容得任何质疑的 是不是 伯伯是 福奇 批得打扎克 现在都成啥了 看到没有 所以台湾国防部 不禁打 你看基本上十几天 现在所有的 社交媒体的风向 都知道 台军有问题 事实验证 台军有问题 是吧 这啥 就是因为路德社 揭露的是真相 事实 真相 你用再大的名气 名头去掩盖 我告诉你 都没用 因为这个真相 撕开一个腿 一个口子 有脑子的人 在这个口子里 一钻进去 发现分析 逻辑分析 自己找资料一看 果真如此 这帮人原来 一直在试图掩盖 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把这不可告人的秘密 全部揭穿以后 很多人就会知道 原来咱路德社 就那么 都是顶着 巨大的压力 给大家认知上的 一个转变 这是很关键的 认知上的转变 是吧 因为你之前 从来不怀疑 从来不会怀疑 柳叶刀有问题 是吧 自然杂志有问题 是不是 什么 这个ITG13 一揭露完以后 大家就知道 国家地理 对国家地理 霍普金斯 什么哈佛 还是麻省 是吧 他们进队 通过那事以后 一看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刚鲁先生 你怎么看 对 我是呢 就觉得呢 就是说 他这里边说的 没有任何情报 来自自然 其实我个人觉得 他是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 之前这两年 那么中共一直在 这个疫情溯源的问题上 撒谎 那么搅浑水 那么就是很明显 想以这个 满天过海的这个方式 就是甩脱责任 甚至呢 事先把源头 想方设法的 栽赃在美国方面 无论是 他跟那个 那个中共和俄罗斯合作 就是说是在乌克兰 找到了什么各种实验室 也好 还是从那个 别的方面也好 都是想甩脱美国 就想甩脱给他国 第三国 所以说呢 意思就很明显了 这里面这个推文说的 现在的这个疫情呢 其实就人为的 进行了这个功能增强 所谓呢 这个冤有头啊 债有主 那么现在确实是 也该到了算主 这样的一个时刻了 所以说呢 这两年 全世界人民 这个遭受的这个罪啊 以及经济损失等等 都是要准备 这个后期有正确的 这个人来承担责任了 那么你现在 现在回过头来看 就是前段时间 那个CDC的那个福奇 为什么抓紧辞职 就相当于跑路吧 那这都其实都是啊 这一步一个脚印 那么两年多 路德社和阳博士 等努力换来的 一个结果 而阳博士呢 就是从 从前两天开始呢 就美洲 就将来的美洲呢 都要上上那个美国的 这个周末黄金岛的 这么一个节目 其实意味着什么 大家也都心里 就都有数了 而中共呢 又刚又在这个公布啊 不到24小时 就抓紧把这个啊 相关的一个网站给黑了 就说明中共真的是吓得要死了 然后呢 我这里就是还是想顺带 再提醒一下这个法国政府 和相关的这个情报困啊 这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市上 这个翻身的机会 现在是绝对来了啊 因为毕竟全世界都知道 这个武汉实验室 是当时是法国政府啊 提供的相关技术 那么所以说呢 你这时候是真的是 真的应该 哪怕是站在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为全人类着想 给希望的 也应该是该提供情报的 就是抓你和美国合作了 该当污点证人的 的时候就得当污点证人了 别人你到时候 真相都打白了以后 然后你再站出来 那法国政府到时候 很可能反而就有点吃不了多的 那种感觉了 好的泄露一下 你看伯伯社啊 这个啊 有些五毛啊 说陆大社 这就是搅乱台军的军心 替中共啊 怎么怎么 是吧 你有本事替中共 你先把中共按照咱说的 把中共打成人类公敌 啊 台军到现在都不敢说 病毒来自于中共 谁 是替中共 谁在跟中共合作 最基本的逻辑 说大陆路德社 是吧 最基本的 谁是大陆的 谁跟中共合作 谁把中共打成人类公敌 啊 我们现在看到是 国民党跟中共在合作 咱们在把中共打成人类公敌 美国情报总监 都在谈这个事 Randeport 美国参议员都在谈 但是就是没有看到台湾 一个媒体 一个这个所有的官方 去敢铺成碰这个 你为啥不敢碰啊 说白了就是 要么就是啪 要么就是拿了钱 因为中共绝对给他们警告了 你别的 你可以骂过共产党 但是这个事情你绝对不能碰啊 一碰 我绝对怎么怎么的 所以你看 上上下下 没人敢谈病毒来自于 中共实验室 是不是 看清楚没有 啊 就跟啊 中共 他记得你无谓啊 咱配合 你骂我 没事 打我都可以 黄黄盖嘛 苦肉计多的事 但你千万别碰 说病毒来自于中共实验室啊 所以 所以你看啊 澳洲 啥都可以谈 一说病毒要追责 你看 中共就出招了 立马翻脸啊 对 立马跟你翻脸 之前都支持的 是不是 所以这基本的 基本的 大家知道 就任何 他有个 中共心里很清楚 哪个 才是对他们最有杀伤力的 别的 动不动 吹吹牛 含两掌子 打倒共产党 谁不会喊 我们之前游行的时候 喊得最深的 打倒共产党的 就是中共里面派过来 派进来的 故意 故意打进来的 知道吧 但是你说 你敢不敢 说 病毒就来自中共实验室 把中共打成人类公敌 你看敢不敢 到现在 没有人敢 所以 一堆毛 天天 还打着路德 说什么 让台湾的军心 动摇台湾军心 天哪 咱们动摇台湾军心的目的 没有动摇 只是揭露他真相 是让美国去接管 知道吗 如果你台湾 一开始就表态 病毒来自于中共实验室 你看美国对你 百分之百信任 就是一个阵营里的 战壕里的阵营 我告诉你 就跟那个泽连斯基一样 你怀疑都不用怀疑了 说白了 这就跟暗号一样 绝对自己人 百分之百 是不是 你光含两次打倒共产党 什么民主自由 有用吗 一点用都没有 你说 这儿家伙 这病毒就是来自中共实验室 你看美国 绝对百分之百 啥武器都卖给你 我跟你说 啥都帮你 是不是伯伯社 因为 这个里面 其实怎么讲 台湾在这个病毒的 这个来源上面 从来没有讲过一个字 这个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甚至不管是 甚至不是台湾官方 就连民间讲的这个都非常非常少 所以说 我也经常看很多台湾的争论节目 这些 就是说民间讲这个病毒到底来源是哪 就怕 就是说 他也不说来自于自然 他也不说来自于实验 他又不讲 就他这个事情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所以说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就是很多东西 中共它最厉害的一招就是说 搞统战的时候 它是可以一个愿打一个愿癌的 但是你打一个愿打一个愿癌的话 你只能够在一些关键的 就是说划定的范围之内 你怎么表演都行 比如说打倒共产党 什么这些东西都是OK的 但是你要真正的 把这个火往那个关键的那个地方去引的话 那你就麻烦了 是吧 所以说有一些地方是不可触碰的 比如说病毒来源这个东西 就是对病毒来源真相 对吧 这个就是中共不可触碰的地方 你关系再好 你都不能触碰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共那些 所有的 你看 只要在这个病毒来源这个上面 讲了真话的 这个人或者是组织或者是国家 立刻都被中共狠狠的修理 是吧 所以说从这边就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台湾我是觉得他们的理解 就是说 神爷自己是个小国 对吧 要置身世外 对吧 要保证和平 和平就是一切 对吧 你像那个今天早上 我听了个节目里面 这个凯利先生讲的 这个他对于这个吕秀莲的这个变化 我也是看得非常非常明显 当年吕秀莲在那个28的时候 在那个美丽岛的那时候 可是被那个台湾政府抓起来 不光衣服打那时候 是非常非常的 为了这个自由是可以说献出了一切 但是现在这个态度 却变得这么暧昧 所以说从这上面来看的话 真的是很多可疑的东西 正在发生之中 还有很多人说 说是把我们讲的东西就曲解 对吧 很多东西就讲的东西就曲解 比方说 路德在这个节目里面说 是吧 说是个像这个要在这个防务方面 和美国合作 对吧 说 但是这个里面 我的理解就是说 像日本那样 对吧 跟美国进行深度的国防合作 对吧 首先你起码得要在这个意识形态啊 什么这些方面 就是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讲过的 这种这种价值观盟友啊 所以说你在很多东西上面 价值观战队都不准确的话 谁会和你深度合作呢 是吧 所以说这个里面 你比方说你给你先进东西的话 你转手就卖给中共了 对吧 这个里面怎么可能和你去深度合作呢 是吧 所以说很多东西 大家一定要知道 真正的到最后啊 这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现在这个 尤其是这个疫情啊 开始以来啊 这个中共他开始在习的这个带领之下 把整个国家 就是说往这种极权主义方向开始开始走 然后和俄罗斯这样的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搞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世界其实已经是进入了一个战队的一个世界了 就是极权主义国家的一个世界 和这个的一个队 和这个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个队啊 所以说你到底是怎么战的话 其实是关系到了 这个国家以后的前途和命运啊 所以说这个里面 并不是说一个你现在 我两边都不战对吧 我只要你赚钱就好了 我两边都不战队 你不要逼我战队啊 是吧 你逼我战队的话 你这样就太没意思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种腔调的话 只会让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这个民族啊 产生一种更加 不确定的这样未来啊 路德 还有你看啊 这个国家情报总监这样说 你记彼得我们从2020年啊 就跟大家说 美国情报系统 绝对这一开始就是认定啊 都是有情报的啊 就是来自中共实验室的 但是各方面 美国一定会对中共弄手 但是都在准备中啊 第一脱钩 经济脱钩 是吧 各方面 暗中战备准备 是吧 对中共的各种要摸底 啊 中共 他也获得了情报 知道美国一定会因为病毒问题 对他追责 会找他麻烦 并且要灭他 所以 就拉上俄罗斯 逻辑就是这样逻辑的 所以 有一切就是119彻底转变 但是119之前是115 115是川普刚跟刘鹤签了贸易协议啊 中共还等着说哇贸易协议签了 再搞个十年 二十年啊 美国的关系搞定了 是不是 但是119彻底转变 在那个时候啊 115签完的时候 我告诉你 本来这是你看香港事情也没把杂地 是吧 也没美国也没把这个中共定着耻辱注 现在看到没有 情报总监 这都验证咱们之前说的 是吧 所以有些 你看这推特上一堆五毛啊 天天 是吧 这就是怕 知道吧 因为他知道 这个事情啊 是让中共 说白了 就是定上 人类耻辱注 啊 永世不得翻身的 所以习 就必须得拉上普京 正好 一排即合 杜金的啊 杜金的叫做新欧亚主义 咱们说说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啊 咱们那天说了啊 咱们在三月份 说杜金的事的时候 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啊 波兰 但是咱们先提前 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 说白了就相当于啊 你沾了个沙发 你看 你看啊 这就是道此一游 类似于 几个月以后 杜金果真要出现了 国内大量的工知啊 学者在研究杜金 研究完以后 发现杜金 那就是要解体中国的 要把中国人变成奴才的 奴隶呢 要奴役中国人的 大量微信的文章 出来 压不住了 有人就开始骂 这个复旦大学张维为 你这咋回事 是不是 你怎么跟一个啊 反华要分解 肢解中国的杜金 做你们的啊 这叫做顾问 好 这下啊 25号 25号张维为啊 可以说是在 巨大的压力之下 写了一篇这个 说杜金的派度已经变了 他不努力中国人了 不解体中国人了 我天哪 这种洗地都有啊 说现在已经 他不解体中国了 他觉得中国人好 哈哈哈哈 居然就基本思想 已经转变了 就写了一篇这个 啊 这所有的东西 你看到没有 这都是越抹越黑 啊 越抹越黑 就写了一篇这个 这都是 这叫做啥 说白了啊 就已经慌乱了 没有朝可处 这有点像当年袁世凯 袁世凯 称帝之前 他天天觉得 所有的报纸 什么泰晤士报 什么顺天时报 天天说啊 全世界 全中国人 都希望袁世凯 尽早称帝 是吧 只有称帝 才能救中国 只有称帝 才能解放中国 到这地步了 只有称帝 啊 中国人才有希望 才能实现中国梦 大概这样 但是都是他儿子 袁克定 给的假东西 啊 称完帝以后 啊 美国的所有的那些 啊 外国的公使权 你咋回事啊 你为啥称帝啊 啊 他说 你们报纸 不能说了 称赞吗 啪 把报纸一看 是假的 他一看 报纸写的都是假东西 现在就是 这概念啊 就是 一夜之间 杜金的这个事 啊 可以说 让习下不了台 绝对的 我告诉你啊 为啥 之前可能只是咱们 或者海外在质疑 主要以咱们质疑 他们觉得 哎呀 就海外嘛 没几个人 但是现在是 体制内 你看 要不然张慕唯唯 不至于 专门搞一篇 这样洗地的文章 说杜金 现在不解体中国了 不分裂中国了 说 关于杜金 所谓分裂中国的企图 啊 他在访问期间 坦承上世纪90年代 啊 他有这个想法 但是现在 在访问中国啊 以后 他没这想法了 你这不扯淡吗 这就是有点像那个 陈帝以后 赶快找个台阶下 所以你看啊 这个习今天啊 央视网专门说 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 习近平亲自再次部署 说网络 意识形态 多元多样 媒体格局深刻变化 就是这个压力 我告诉你啊 这个压力 这就是我们告诉 跟大家说 杜金的事 就跟那个 袁世凯 称帝一样 他一定会 让习 在党内 受到巨大压力 为啥 因为和俄罗斯的结盟 绝对破了党内的规矩 高禄先生 你怎么看啊 对 那个 我这里想到的是 怎么说呢 首先我先分三点 一呢 是那个杜金的 他这个对华的这个策略 肯定是深入骨髓的 是不可能改变的 然后刚才也提到了 他访问 就说那个张维为 说他这个访问中国后 然后中国大陆以后 肯定会改变 那确实啊 绝对是不可能 因为这只能让他 更加坚定他的信念 因为他到了这个大陆以后 你看 有这个乡车 然后他肯定就会 就就就会看出来啊 就怎么说呢 对他来说 这个非我独类啊 就齐心地义 与其 那个每次来中国 让中国伺候的 还不如直接把 中国这个大陆 这个版图收入囊下 这个这就归他们 这个俄罗斯管控 所以说呢 这样对他们 对他而言啊 就是反而是更好的 要不然他也不会 就是搞出一个 像是这个 这个这个汽车 这个爆炸 就是让他女儿 这个死了 这种情况 其实这都是为了 这个后面的俄罗斯 啊 惊吞亚洲 然后称霸世界 而做的一个 前期的这么一个铺垫 所以说呢 中国中国大陆的 这个版图呢 其实只是 从2月4号结盟以后呢 对俄罗斯来说 只是这么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真的是啊 习近平跟俄罗斯签字的那一天 真的就是把中国大陆人 带上这个万劫 不复的这么一个地步 而刚才又说到这个 很多就是很多外宣啊 就是说 为什么包括台湾的一些政客 为什么就是不敢在这个病毒的这个问题上 这个就是揭露 很明显就是啊 拿钱办事 他真正的这个关键问题啊 他是避而不谈 就就像那个中共在海外布置的这个大外宣一样 那么就是通过小骂来真正的帮助 那个中共的大忙 如果真正的扯到了这个源头的真相 那么中共是真的是会和他们急眼的 所以说这里我首先就想到了 当时这个周星驰拍的这个美人鱼的这个台词 那么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你真想这么干吗 大体意思就是啊 就是你这么干 你跑车可就没了 美女也就没了 那么你现在想 所享有的一切 那么也都没了 所以说你这其实就是跟着这个印钞机 中共在作对啊 所以说他们宁可数钱数到啊 手软膝盖软 所以说也不可能 这个马上就是就在这个病毒的问题上硬起来 而这个最后就想说呢 这个这两天我看这个路德先生一直在节目中 这个说这个中共确实换了打法 那么我也是通过这个电报群或者图图群发现了 就是确实有些人在推特上或者电报图上 就成天那个屁事如干啊 就是鸡蛋里边敲葡萄 他会逮住这个路德社直播中的说直播中的几个字 那么使劲的抠字眼 那么找麻烦 比如说像鬼越一类的 那么我个人觉得是他们如果是你是真的是这个怎么说呢 所谓的监督路德社 那你还不如把这个精力啊去搞点情报 搞点这个证实给路德社提供这是更好的 如果你不是这样做 我真的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我能泄露了一些 这个夏令言回去以后那肯定就是中国换打法啊 因为之前的打法已经戳破了 没有转身的空间被美国盯得死死的 我告诉你 无论台军上上下下啊 里面那些啊 这个叫什么什么 黄什么 他们那个就洪秀柱搞那个退伍的军人那些 全盯得死死的 我告诉你 绝对没有空间啊 记住 我们之前说了台湾是美国啊 太平洋战争死了几十万美军 扔了啊 整个太平洋战争 扔了几百万吨的炸弹啊 几百几百艘上千艘几千艘舰艇 上万架飞机 几十万军人 是不是 两颗原子弹 把太平洋搞定的 把日本军国主义给灭掉 最后啊 原封不动 交给国民党的 这些东西 你以为这么容易 你以为啊 就相当于这个公司 别人就比如说啊 苹果公司 做好了啊 苹果公司这个说啊 咱们现在要啊尽量为社会考虑要尽量让是在设这个老板是吧 这个创业的老板啊最开始呢就是尽量从社会里发掘人才所以呢CEO啊尽量从社会就是从这个公司里面挖掘啊 但是你发现这个挖掘的公司啊 陆地的这些强盗你们去看看最终啊互相之间谁都不服谁坐下来我们谈个协议海盗都有海盗法典这个协议最后就是宪法互相保证是吧 人权 自由 人权啊 然后按照这个宪法去造 你谁都不能破这个底线 你如果破这个底线 那对不起 我这海盗 就按着海盗法典来了啊 你们就看看加勒比海盗的海盗法典 你们就知道啊 所有的宪法 而海就是因为 大家谁都 吃不了谁 谁都比谁厉害 就是说白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所以最后按宪法来 啊 但是你就是基本的几个规则 就我跟你斗 但你不要斗我家人啊 大家都约定俗成的 第一不要对着平民去 啊 你再怎么 第二有钱人 不能持强凌弱 你不能对着普通的穷人去 哪怕你在法庭上 那丫头就是破了这个 破了 破了这个最重要的底线 就是习老是底线 底线 他不断的破中美国的底线 我告诉你啊 丫头也是 是吧 你有钱 你有本事对着强权去 啊 他骗穷人的钱 对着啥 对着老百姓啊 去 对着普通人去 这就破底线 海盗 你去看看 都有规则的 海盗抢的谁 海盗 要么就抢海盗 要么就抢那些富人 是吧 他绝对不会抢穷人 两军对垒啊 绝对不对家人 下手 俄罗斯 绝对破了这个局 你看先对乌克兰 就是啊 对平民 一定会被收拾 我跟你说啊 中共 病毒那个 就是对着平民去 这样都是破了底线的 破了底线 别人就 说白了 照样 不会放过的 这是肯定的 美国 为什么 很强大 他为什么 没有沦为 南美中 那种民主的结局 南美中很弱啊 是不是 就是因为 美国既有宪法 还有啊 啥 持枪权 更重要的 里面说的啊 独立战争 独立宣言里头说的 对任何暴政 宪法 第十条修正说的 有推翻暴政 武装推翻暴政的权利 是不是 就是什么叫暴政 暴政就是啊 超越 大家定义的 海盗的 最基本的 你不能破 啊 你不能对着普通人去 中共 诛灭九族 这就是对着普通人 对着啊 你有本事 就是 咱俩 来 你对 你不能对着 家人去 是吧 这最基本的逻辑 最基本的规则准则 中共 玩这种阴招 你看吧 不可能让他有好下掌 这个 伯伯是你说的啊 对 路德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就是说底线是保护谁的 是保护强者 还是保护弱者的 这点大家其实要 其实很容易回答一个问题 这个底线这个东西 其实保护这个竞争双方中间的一个弱者 弱的一方的啊 而不是强的那一方 对吧 如果两边都没底线的话 那肯定是武力强 从利法则的话 那肯定是实力强的获胜啊 是吧 所以说在军力不如 在比方说两个国家 一个国家军力强 一个国家军力弱的话 在这个军事上面的这种 比方说国际这种 这个战争的这种 这个规则和这个国际法 其实是保护弱的一方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 如果说啊 大家就完全全从利法则 平时一来 那美国对一些小国家 直接灭了就完了是吧 所以说这个人 大家一定要知道 真正的这种这个底线啊 是保护啊 在这个竞争中间的弱的一方的啊 这就是说游戏规则 但是中共他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他觉得自己很牛逼 他觉得自己很厉害 他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底线啊 都把他给无视 对吧 都把他给忽略不计啊 他而且觉得这样搞啊 他是没有后果的是吧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如果这个底线一旦突破的话 你中共没有这种底线的保护的话 你你的这种这种军事实力的话 可以说是分分钟 就等于是在裸奔啊 所以说这个后面来 我们给大家讲到 讲过的这一点来看的话 就是说现在中共在这种这个边缘啊 就是说在这种这个 在这个啊 就是动武的这种这个边缘 军事底线这种边缘 互相疯狂的这种试探啊 但是这个里面 大家要看到的话 真正的美军啊 不是没有实力去进行这个反击啊 这次这个两艘这个导弹巡航舰 直接过海峡啊 这个事情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啊 这就是说是仅次于航母的 这样的一种待遇了啊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 美军对于中共的这种警告 其实看的就是非常清楚 如果你要是说真是继续啊 突破底线这么玩的话啊 大家要知道 如果你真是失去了这种 所谓的美军的这种底线的保护的话 那中共的这种军事实力的话 跟美国硬碰的话 绝对是不堪一击 所以说这点 这点其实我觉得 习他自己也知道啊 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在 口炮啊 一直是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个啊 这个啊 就是发言 对吧 各种口炮去离 是吧 这种 用这种这个动作 而不敢进行任何这种 这个军事上面的这种反击的这种原因啊 所以说我们 我们可以来看的话 现在我们要 跟大家讲的一点 重要的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战队的世界啊 就是台湾现在在这个里面 它的这种这个姿态 它的这种这个态度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啊 所以说你看这一次 这个布莱克本议员来了以后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起变化啊 首先 这个蔡总统的这个发言啊 开始有些变化了啊 开始这个直接点名中共了啊 第二你看 布莱克本议员在这个台湾啊 以后立刻白宫美军就是说直接宣布啊 穿过台湾海峡 而且是事先预告的啊 不是说啊 我穿过了以后啊 你说啊 把我去离了 我还没法好说 对吧 我就预告你 我要来 你看着办啊 所以说这个来 上面来看的话 那中国只好说啊 你做秀 对吧 你怎么样 这个里面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这个 打法可以看得很清楚 而且这个事情一种变化的这样一种方向啊 也是看得很清楚啊 路德 白宫发言人科比说 两艘美国军舰啊 通过台湾海峡 非常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以及追求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愿望 是吧 这个中共啊 着急的很 但是呢今天好像又说啊 又有什么23架次的战机 8艘次的舰船在台湾周边啊 周边空海域活动啊 活动骚扰 不是在台湾海峡啊 因为台湾海峡有这个巡洋舰啊 导弹巡洋 宙斯盾机叫做神盾舰啊 神盾机导弹巡洋舰 这不过是你 你这个军事专家 你说这个神盾机两艘巡洋舰 我们今天早上节目大概说了一下 咱们没你这么专业啊 你说说 这个这意味着啥 两艘神盾机巡洋舰啊 首先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了啊 就是仅次于直接拿航母直接开过去啊 因为大家知道的这个情况就是说 像这种导弹巡洋舰 美军本来它就是比较少的啊 就是说大量的是这个阿利伯克去处舰啊 像这种那个提康德罗加级的导弹导弹舰舰 其实它是一个冷战时期的这种产物啊 现在开始慢慢退役 对吧 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五倍啊 这种这个啊 就是这种宣示主权的这样的这种意义 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而且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上面来看的话 它可以指挥啊 整个区域的这种这个防空反潜对 对舰这种作战啊 所以说这个上面来看的话 两艘一起出来 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 所以说这下面来看的话 对于中共的这种敲打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啊 这是一 就等于是说啊 你不要再继续在台海中线这里搞这个切枪肠啊 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是说把这个线状啊 从在这种红线从从从往回推啊 这是一 第二就是说这一次出来的不只是这两艘这个导弹巡洋舰啊 其实还有别的东西啊 有各种各样东西在水上的啊 水面的水底的啊 空中的都有啊 所以说这一次来看的话 其实也是一种完完全全对 针对中共的这样的一种军事演习啊 所以说这方面来看的话 美国的这种军事演习 它只要到了你这个台海来搞这种东西的话 肯定是非常非常有针对性 而且是直接是以实战的这种状态来来进行的啊 所以说这上面来看的话 你看美军的美国这个啊 政府的这个表态也是很坚定啊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美军的这种这态度已经出来了 对吧 在这个布莱克本议员来过了以后 那台湾这个后面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大家都在看着看着台湾政府和台湾那个国防部啊 路德 这个啊 这次导弹巡洋舰啊 说白了 就是美国之前保密程度做得很到位啊 如果不是美国宣布的话 中共估计闷神还不知道 是吧 是不是啊 是不是 波波是啊 这个是他先先先先宣布的啊 说我要来了啊 然后再再来的啊 所以说这边来看的话 就等于是直接挑衅啊 就是说你要有种拦截 你要想你要想把这个升级 你不是说台湾是海洋世界内海吗 台湾海洋世界领海吗 如果你有这个本事来保卫你的领海的话 那你就来啊 所以说这个里面可以看出来的话 中共大家要知道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 就是说什么叫领土和领空和领海 这种领土领空领海的概念 就是说你要能够有这个实力进行有效控制啊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控制 你就说那个地方是你的领土领海的话 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所以说这个我们以前在这个传统的这种 这个就是历史的这个就是层面来看的话 很多的这个国界啊 为什么没有划定 就是因为没有进行这个有效的这个这个控制啊 你看像中俄之间的边境 到2004年才到才最后定下来 是吧 当中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这个事情 从这个在清朝的时候 在那个宁不处条约签订以前 那个地方就是说啊 俄罗斯人来了啊 俄罗斯人站住了啊 站住了就是这个地方就算是俄罗斯的 对吧 然后呢这个中国中国这个大清的就军队 把他给打回来了啊 然后这地方又算大清的 就是说只要你能够有效的控制 你才能够算你能领空领海啊 这个里面 中共他不是说宣称吗 说这个台湾海家是他的领海吗 你这个里面就一巴掌打回原形啊 就是说你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有效控制 如果比方说美军啊 导航巡航来了啊 你把他给拦截了 你把他给击沉了啊 你把他给赶出去了 或者你把他给让他他不敢进来 哎 这算你有效 你有效控制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中共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直分析过 中共第一没有这个能力 第二根本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胆量啊 所以说从这边来看的话 中共宣称的这个海峡啊 是他的这个领海啊 这些东西的话 就完完全全属于是一种空头支票啊 他完全没有能力进行实际管控啊 路德 是的 所以这个今天啊 推特上基本上都说啊 这个中共就是PayPay Tiger 所有都说 只老虎 只老虎 是吧 美军舰一穿越 下沉啥样啊 但是呢 他无非就是 虐虐台军啊 台湾的国军啊 23艘三架次战机 又去啊 台湾周边骚扰 虐台湾 这边 把纸老虎说白了 都已给你揭穿 是纸老虎了 台湾 说啊 他又23架来了 他又来了 他又来了 咋办啊 是不是 这美国都告诉你了 他就是纸老虎 都站在你后面 美国的巡洋舰都站在你后面 你还在这里 是不是 说又来了 这咋办 我好怕怕呀 高鲁先生 你说台湾 台军的这种表现 傻概念 台军这个表现 首先通过中共 对美国的 他这个军事 这个方面的应对来看 他就是想告诉台湾 我打不过美国 我还打不过你台湾 我收拾不了美国 还收拾不了你台湾 你台湾 你这小样的 还不是随时 让中共这种吊打 但是一到了美国这边 就直接就反过来了 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了 通过这两天 这个台湾当局的表现 真的是就是连续的 这种各种的这个神操作 无人机倒进去之后 从一开始扔石头 到后来直接就戴口罩 如果真的戴口罩 能把这个无人机给吓下来的话 那他戴口罩也行 然后我就想 就说呢 就刚才这个路德先生说的 就说提到这个道义有道 那么确实 就土匪还有几种人不抢的 比如说这个焦苏先生 或者是贞洁裂父 或者孝子等 所以说呢 你看像是这种土匪都不如的国家 真的是不适合在这个地球村 这个继续生存下去了 与其让这个中共 就是继续为祸人间 你真不如到头来 就是一直坚定 让其永远都翻不了身 所以说呢 就是我相信啊 就是说中共从这个2019年底 就默吧 就是给这个全世界投毒 然后再加上呢 就是今年的这个结盟俄罗斯 然后让他这个势力的入侵乌克兰 然后呢 再随着咱们路德社和阎博士呢 这两年多的就不懈努力 那么中共最后绝对是这个葬身之地了 而这两年多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欧美世界 尤其是美国这方面啊 就是该准备的也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那么该脱钩的也都脱钩了 那么该调查的 该制裁的也都在一步步的制裁 那么大家也都看到这个路德社 就是情报信息中心 它会每周放一个这个调查的一个文道 所以说呢 这不都是按照这个当初那个2020年 这个路德社的这个相关的解读 基于情报的这个相关的解读 一步一步的在这个落实和演证吧 所以说呢 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 真的是留给这个全人类攻击 中共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说咱们可以趁着 现在中共还在谷言残喘的时候 顺带再多瞻仰它两眼吧 然后再这个顺带再给它几个白眼 所以说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 那就是咱们这个所有对这个中共政见的这些 这些海外同胞啊 绝对是可以这个正大光明 以及不就是不用再提心吊胆的这个回到这个大陆和亲朋好友这个团聚了 这是我想说的 好 谢谢路德先生 这个伯伯沙刚刚下午点钟啊 这出来的说 这个英国的外交部长 川斯啊 特拉斯 因为他竞选啊 这个英国的首相 首相啊 他说啊 第一次啊 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会宣布 中共国务官方 一个官方的正式的威胁 泰晤士报刚爆出来的 你怎么看 这个官方的thread 这个是不是叫做威胁 还是叫恐怖主义 还是叫啥 你说 就是威胁 就是说 这个其实我 他今天下午的这个消息一出来啊 我也是立刻就转推了 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消息啊 就是说 大家知道 这个利兹 这特拉斯啊 他是 他是英国的这种外交大臣 他所做的这些这样的一些这个 就是宣言啊 这其实是一种英国的这种官方态度啊 这个里面就是说 他 大家 可能有人觉得啊 这个威胁其实没什么嘛 对吧 其实感觉还好 其实不是啊 就是说 这个宣传 这个口径 其实它是一种口径的变化啊 就是说比方说 以前它是友好国家 对吧 现在就 然后呢 就变成一种竞争国家了啊 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威胁了 威胁就是什么 就是说在各个方面都是要有害的啊 就是说对国家的这个安全产生了这种有害的影响 这样的国家才叫威胁啊 这个里面就 基本上等于是把这个中共往这些什么恐怖主义啊 往那些 敌对 往那些这个这个这个敌对国家 向这个方向走了啊 这个里面一步一步的往前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的一个变化啊 以前就是说可能也也也也虽然没有是正面的话 那起码也是一个就是吧就是说一个比较中庸的这样的评价 但是现在英国的这种官方的这种对中国的态度啊 开始往这种负面方向走啊 这点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啊 所以说这个不可以小看啊 路德 今天那个伯伯你再听一下这个啊 这有人说今天这个啊 这个美国的舰载机啊 说两边都要美国老赶紧滚 这段因为你听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听过没有啊 台湾这边也叫美国的军机走 放一下啊 放一下啊 RLCL4转弹 United Vamia 223 推动 position 25 degrees 37mm 121 degrees 19mm Heading 2700 LQ 2800 feet Motry call 1200 Attention You are flying inside of RLCL space Depart immediately Or you will be in the 70 我是中国空军 你已接近我领空 一级离开 否则我将云也拦截 This is the Chinese Air Force You are approaching China Pelteria Air Force Lift U-Mate today Lift U-Mate today All you will be is adopted I am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ircraft conducting lawful military activity You can use international airspace I can exercised me to ride this GarCee by international law I am operating with due regard For the rights and duties Right and duty to all states I amải军空空军 I已接近我的轮轮 您在哪里? 它是中国海조的空 Street 您掏支持中国海 catching空空空chuss 马来,马来,马来 还是会rait항与这些惊喜 你触联 honor它的海当机 写作工程写作写援 Legends swell相产渡在全国的空空空 leak 我 menu形容使中国理工夫 Maybe you need to URL 我 경찰说别看中国 你倾入我领空,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必须离开,必须离开。 这是千里TLAL4。 你已经进入中国的地区域, 然后在中国的地区域, 中国的地区域, 可能会不会不会。 前面一段RAC不就是说中华民国吗? 对,但是这个可以由以前的音频拼起来, 这个里面可以听出来。 这个里面,它其实是可以由几节音频拼出来的, 这不一定是一个整个的, 也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 这个里面非常有迷惑性, 所以说如果是王永泉权是由这一件事情引发的, 那就有意思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可能, 这个肯定是别有用心的人把这几件, 把几段音频拼接在一起, 然后把它给弄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音频里的这种背景, 噪音什么情况都完全不一样, 可见它不是这种连续录制的, 所以说这里面肯定是由几段音节拼接而成, 这是我的看法。 不管是不是什么,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到底是两边都要美国赶紧滚, 还是要只, 因为这中间有一段, 我是中国空军, 一听是大陆声音, 是吧, 但最后一段, 说我是中国空军, 有点像台湾, 台湾的是吧, 这边声音, 口音啊, 最后一段, 后面有点像台湾, 反正, 反正, 大家已经, 社交媒体已经在盯着这个事, 因为这一段是今天早上, 就有人放出来的, 我还没仔细听啊, 社交媒体就已经有人说, 两边都要美国老赶紧滚, 我天哪, 这事都有, 当然也有可能拼出来的, 但是, 这里头, 大家反正去关注一些, 高鲁先生, 你怎么看啊, 如果说, 如果啊, 咱们伯伯说, 咱就这样啊, 咱们是两种情况, 如果是拼出来的, 咱们就不管了, 好不好, 但如果说, 就是, 两边都让, 那你说, 这啥意思啊, 代表啥意思啊,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 那很明显啊, 首先按照中方的这个空军来说, 就是说, 你别过来, 你过来, 我只能拦着你, 这是他的, 其实, 就说明什么, 中共这是一个指劳部, 而台湾这方面呢, 意思啊, 呃, 就是按照第二种说法的话, 就是, 美军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过来以后, 中共这方面, 我不好交代, 然后我没法跟中共这个解释, 这就是咱们之前路德社曝光的这个, 这个台湾这个国防部, 包括这个军方是有问题是, 这形成这么一个连锁的反应, 如果按照这个第二种的这个, 这个方向来推测的话, 是这么回事, 路德先生, 这是你自己解释啊, 这个伯伯是, 你觉得有没有别的另外解释啊, 如果确定, 这个台湾也让, 啊, 呃, 我们假设它是真的啊, 我们就假设啊, 这个是真的, 就是说真的是由这个一个, 比方说一个某这个, 这个这个啊, 就是这个无, 那个无性恋爱好者整段把它给提下来的, 就真的啊, 如果真的啊, 那就那就有意思了, 为什么, 就是说, 这个就等于是, 比方说, 两边对吧, 这个土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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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匪和这个被这个土匪抢劫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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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害者, 对吧, 就苦主, 两边都叫都叫警察滚, 是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 那就好玩了啊, 这个里面, 土匪叫叫叫警察滚, 对吧, 这个土匪流氓啊, 叫那个警察赶紧滚,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你是被人家欺负的一天都晚, 被人家对吧, 各种各种非礼, 对吧, 各种抢劫, 然后你也叫警察赶紧滚, 这什么意思, 对吧, 所以说这个里面, 如果是真的啊, 这个就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会看出来, 这个里面到底啊, 是谁在搞头强啊, 如果, 如果被证实是真的话啊, 我, 我也是要, 要定下这个事情, 这个是, 感觉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 怎么说呢, 这些音频的话, 其实, 如果是公开频道的话, 它从这个无线电监控里都可以, 都可以听得到的啊, 就是说, 只要频率对的话, 但是, 这个里面, 如果是由这个啊, 某一些方面漏出来, 流出来的话, 那就是说, 这个宣传意义就很重了啊, 他为什么要这么宣传啊, 那这个就是, 背后的这些力量, 就是在, 在, 在搞事儿啊, 路德啊, 是啊, 这个啊, 反正大家去关注啊, 这里头, 有人觉得啊, 这个, 两面都叫啊, 然后, 关于啊, 英国, 这个外交部长, 要宣布, 中共国为官方的, 这个威胁, 高卢先生怎么看啊, 对, 首先, 我是感觉这个, 英国政府啊, 这绝对是在, 很多这个历史节点上, 都是走在前面, 包括这个第一次, 这个工业革命啊, 你看现在, 这次呢, 它感觉又是, 要走在这个前面, 像是独领风骚, 如果真的是按照这个, 这个英文这个字面的意思来说呢, 那么英国这个仿佛是, 在给全世界的一个民主国家, 带了一个好头, 也就是说啊, 现在我就已经, 在外交, 以及国家的这个层次方面, 把中共定为啊, 一个最大的威力, 什么样的人才会给人, 一个国家的主权, 或者是政治外交代表的, 那么又就是敌人了, 那么也就是说, 英国政府已经是, 从外交和这个, 和国际上, 就已经把中共定为一个, 一个敌人, 是一个, 已经不是对手, 就是一个敌人, 敌人是要干什么, 敌人是要消灭的, 这是我的个人一个解读, 它为什么要消灭呢, 那么这肯定就是, 跟后续的这个, 病毒溯源真相的公布, 那么是有, 就是脱不开的关系,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帖子的先, 这个包括是, 英国, 这个中国, 啥是惹着英国了, 英国突然要宣布, 中共国为官方的威胁, 你说说, 我是觉得, 英美它是在北约里面, 是非常这个, 主动的一个, 一个一个, 就是领头的这种国家,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 首先我是觉得, 这个外交部的, 它这个英国的这种, 外向的这个说法, 肯定是跟情报支持有关系的, 这一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很大的一个可能, 就是说英国, 就是说中俄之间的, 这样的一些合作, 这些东西的话, 已经完完全全, 就是说摊开了, 跟这个, 对这个西方的这种, 这个长期的这个计划, 被这个英国掌握, 这是一, 第二就是说, 在于英国, 对于在英国国内的, 比方说那个MRI5, 他们发现的一些, 对于这个中共, 在英国的一些渗透, 因为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个, 那个, 那个竞选的那个, 外向的那个人, 这个老婆的事, 是吧, 所以说这, 很多这些东西的话, 一旦被这个, 英国的MRI5掌握的话, 抓住了中共在背后, 做这些事情的话, 直接影响英国的国家安全, 一旦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那直接把你定义成威胁, 一点都不过分, 它这个里面, 具体说, 这个理由, 肯定现在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觉得是肯定有, 就是说, 就是, 情报支持, 第一, 是要有情报支持, 第二, 是经过了综合分析, 这样做, 对于英国的国家利益, 是有好处的, 才会这么做, 所以说, 大家要知道, 这个中共毕竟是, 世界第二个经济体啊, 对吧, 你直接是把这样的一个国家定为, 威胁的话, 那对于这种这个, 比如说外贸啊, 对于这个外交关系啊, 什么这些东西的影响, 可以说是非常深远的啊, 它, 以英国国家的这种方, 的这种这个, 角色, 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 那肯定是综合了各方面考虑, 为了保护英国的长远利益, 才这么做的啊, 所以说, 我觉得这里面, 肯定是有情报支持, 和对于英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啊, 还有这个, 北约和盟国的这种国家利益的考虑, 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考虑结果, 绝对不会是这种这个, 随便随口就说的这些事情啊,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质的转变啊, 鲁德, 好的啊, 这两天我们继续啊, 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 事件, 因为泰晤士报啊, 就是刚刚说出来的, 发布出来的, 啊, 啊, 这个普京啊, 说将会在, 将会部署核武器, 在克里米亚, 所以这个, 泽连斯基说要收复克里米亚, 这个事可能会升级啊, 然后白俄罗斯的这个总统, 叫做卢沙申科, 向波兰发送了一条信息说, 如果杜达总统没有大脑, 波兰军方, 你们有, 应该有大脑啊, 他如果没大脑, 你们应该有, 他们知道与白俄罗斯, 如果搞僵了, 就意味着, 立即遭受到核武器的袭击啊, 没有人啊, 对他这个话, 现在有回忆啊, 这恐怖警报, 所以这个俄罗斯啊, 普京和白俄罗斯这里啊, 他们就是核武器, 所以这个题怎么解啊, 就是自由世界, 该怎么对这些邪恶的啊, 这种威胁和恐吓, 既不下跪, 又能够给他, 用科技技术方案, 技术方面, 解决他, 解体他, 是吧, 中共, 就是说白了, 就是, 跟俄罗斯站在一起, 就是因为这原因嘛, 当然了, 他的核武器, 你以为能打得到美国嘛, 第一遭受, 遭殃的就是中国人, 啊, 这就是, 是吧, 这个杜金的, 这个解体, 中国, 对, 分裂中国, 这个, 他的新欧亚主义, 之所以, 最重要的, 这个, 基础的理论的来源, 就在这里, 因为他们有核武器, 几千个核导弹, 啊, 啊, 这个前天, 张维为, 啊, 采访了这个杜金, 啊, 跟杜金做了个节目, 杜金明确说,啊, 就张维为问他嘛, 说,啊, 会不会用核武器, 他说, 我们肯定会用, 绝对会用, 因为, 只要威胁到俄罗斯的, 威, 安全, 让俄罗斯, 如果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俄罗斯, 那这个世界, 也可以, 结束了, 都到这地步, 这就是啊, 这习跟这样的站在一起, 你说是不是段子结束, 啊, 所以就是, 第一, 病毒, 第二, 中俄结盟, 这两件事, 你就可以看到, 习共, 他在造什么, 做什么的事, 这两件事, 不但习会段子结束, 如果我们不站出来, 咱们中国人都会, 被他拉下去, 翻到18层地狱洞, 翻不出来, 为啥? 他会觉得你中国人, 你看, 怎么这么饿呀,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要勇, 勇敢站出来的, 最重要的, 所以严博士为什么, 要在美国这个radio, 不断的发生, 就是告诉, 美国人, 是不是? 因为这些事情, 一定会揭穿的, 拉德克利夫, 是吧? 一定会, 告诉最终, 一定, 全世界都说, 病毒就是中共, 造的, 啊, 如果咱们现在, 啊, 咱路德社只是中文平台, 所以让大家翻译成英文, 就这意思, 我们, 是第一个, 是揭穿, 是中共干的, 是中共, 习共干的, 跟咱中国人没关系, 跟俄罗斯绑架在一起, 要毁灭地球的, 不是中国人, 是习共, 这话要反复说, 不断的去说, 所以, 很多还跟习搞在一起的, 我跟你说, 最后, 真的, 啊, 你这是, 不断他, 断子绝孙, 他把你, 也断子绝孙了, 好, 咱们今天节目就到结束啊,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宝博士, 谢谢高禄先生, 谢谢各位观众看看, 别忘了添加路德社会员, 再见。